四百多年的移民历史 台湾的集体意识 随着时代政权转变不断被重建 了解台湾族群变迁时 从历史轨迹、矛盾与冲突的议题中 找出最有利于整体岛屿的决定 欢迎收看金典.tv 大家好 我是金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金典杂志今年所做的一个 我们是台湾这样的一个系列 主要是要找出台湾人的一个真正的个性 所以我们从信仰、从建筑 从各个不同的面向之间 来形作出我们在台湾人到底如何的组成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等等 今天这个专题谈到台湾的一个移民社会 移民家园 我们有两位的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第一位是我们来自中研院的社会所的 王府昌、王教授 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王府昌、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博士 研究领域、族群关系、社会运动、民族主义、族群政治 经典杂志的资深传书 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传稿者我们的市会 市会你好 总编好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 除了五六七年前早已生存的原住民外 四百多年前 大陆东南沿海居民 应受雇于荷兰人开墾 追随郑成功反清复明 以有数万汉人来台 1895年 日本依据马关条约占有台湾 为了彻底切断两岸关系 要求在台汉人 必须在两年内选择返回中国或留台定居 台湾转变为封闭型的社会 1945年后 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后 带着120多万的政治移民涌入台湾 冲击既有的社群结构 创下台湾史上单次移入人口最多的记录 又因国民政府与中共政权冷战对峙 造成两岸近40年的隔绝 直至1987年的开放探亲 移民社会的特色 除了人口的频繁流动外 移民者之间基于资源 权力 公平正义等问题 交织而成的矛盾 有些走进历史成为记忆 有些但去隐而不张 成为台湾迄今最复杂 难解的细体 谈这个我们是台湾 当然要谈到一个最重要的构成分子的人 那人的一个从哪边来都是我们要让大家能清楚的了解 所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文章的重点是怎么样的普通 其实谈移民标题是移民家园 可是事实上我们谈的是族群 那可是因为就是族群在台湾曾经有一度 它其实是比较有争议性的 所以我们试图把这个时间的纵轴拉伸拉长 去看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今天的这些问题会产生 其实跟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不同的移民它先来后到之间 它基于资源的争夺 生存空间的压集 它其实都会有一些对抗存在 那这个其实就造成了族群它基本上的一个困难在 听懂 实际上对 就是每一块每一块的先来后到之间 为彼此利益之间的冲突 那东西还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在台湾的过去的400年代的历史上面 有不同的统治的朝代来统治着 所以这个不同的太多的朝代统治者之间 让台湾的族群问题之间 又多了各种不同的一个因素 就变成更复杂了 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那个王老师 实际上您是主要在研究这个族群的一个形状 当然这个族群问题刚才思维讲过 过去一段时间在起当上 被特意的操弄 但是以学者的角度上来讲 台湾这个社会的家园 谈到族群 需要什么态度来面对会比较好 台湾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移民 这些移民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在台湾的处境 再加上可能比如说 清代的统治者 根本就没有心意要进行台湾 所以他会采取一些很特别的策略 来控制跟维护台湾的治安 那这些都造成其实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 会有一些冲突 包括比如说郑成功带来了泉州人 然后司狼带来了张州人 然后后来清朝在海境开放跟解境之间 又来了很多福建跟广东的移民 那这些都是构成目前今天台湾汉人的 主要的那个主力分子 那当然我们知道日治时期 这些流动就中断 一直到1945年以后 我们才跟中国又 中国大陆恢复那个交流的那个状况 可是49年以后立刻又中断 所以我想这些 这些很特殊的那个组成 再加上统治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想法跟作为 就造成群体之间有很多的中断 是 大家都不可失忆 就是说台湾这么小个地方 它的一个感觉它的母型 它的原型好像从福建过来 因为如果有机会的 观众们有去过福建 就想到那是全中国 大概是语言最复杂的地方 可能走一个开个车两个小时 有三种语言出现 而且都听不懂 虽然号称是闽南语或闽北语 基本上是不通的 所以类似这样的原型的 移转到台湾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并不像福建那么多的丘陵 但是我们出现了台湾很多的一个河川 好像这么小的地方 实际上高速公路通高铁 一个半小的地方 应该是类似左邻右色的感觉 那现在好像谈起来 好像南北之间变成是一个 十万八千里的一个鸿沟了 所以思维在谈这个移民家园之间 先从历史这一块来思维的时候 你怎么跟观众朋友要说清楚 再告诉大家 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要听 其实刚刚总编提到的历史 它在发生的当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现况 所以当我们说台湾是一个移民家园的时候 很多过去的现象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看得到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是在周末假日 我们去台北火车站的话 你就会看到很多的 操着跟台湾人不同口音 然后可能皮肤稍微黑了一点 眼睛稍微大了一点 一看就知道是不同血统血缘的人 可是它其实是台湾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 族群的故事 就是他们可能是短暂性的移工 可是他回去之后他还会再来 那个人数始终是固定的 那甚至台湾的各个角落 我们有很多的新住民 来自柬埔寨 越南 泰国 各个地区 然后他们所生的下一代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新的台湾之子 它又会是一个新的族群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过去新旧族群之间 他们怎么样互相对待 各有哪一些 就是好的地方跟坏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面对现在最新的情形 我们应该怎么跟他们互动 所以也许在谈这块事情上面 就是我们过去在政治上的一个操作上面 会把它 我们一个最不好的方式 曾经谈过省级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省级这一块就跟 等于在清朝的时候 跟长州跟全州人的一个情况是一样的 那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 老师来看呢 我们应该是让大家了解过去很多的事情上的一个不当 或者这些东西会留下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 来让大家能了解这个不应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 我的看法非常相似 我想像类似像省级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90年代以后 好像很快就希望淡忘他 但是这些过去如果没有被好好的理解 把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哪些不公平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愤愤不平 如果这东西没有真正被理解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了解 我们对于比如说刚刚市会提到的新移民 对 我们在很多做法上面 公民权的保障上面还是有一些限制 那这些背后的那个意识形态跟想法 其实跟当初省级被用来做政治分类 或者是做来做政治权利分配的 人才晋升的挑选 对 跟这些都有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应该要对这个状况 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不要说好像过去了就完全不去看他 或甚至只叫大家往前看 如果我们对历史了解得不够的话 我们真的非常可能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是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是在 虽然权利就是放在这个问题上来探索 用那个鸡蛋里挑骨头那是不对的 但是某方面我们可以晓 人类史上有很多这种族情的一个大屠杀 在二战的时候犹太人的一个问题 那进到非洲更多 实际上这些经验上 很少被我们做了一个合一 移到我们过去台湾这边所发生的情况 但是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 只要把这个移民社会的定义 定出来的时候 也许大家必须了解这件事情是什么 所以对移民家园的概念 所以社会的铺牌就铺了很长 是不是 对 我一开始其实就是特别 包括像228公园里面 其实台湾现在我们的新移民 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 很多空间你都看得到 像我们有一次在礼拜天的时候 28公园里面 那个四方报举办的一个 唱四方的这个歌唱比赛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我们的新住民 歌唱得非常好 他们有些唱台语歌曲 有些唱国语歌曲 有些唱他们自己家乡化的歌曲 是 非常非常动听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 总是会认为我们的概念上 他们认为这要嫁人台湾是要谈一年了 用这个角度上的一个非常狭隘的角度 在看他 那用这样的狭隘的角度上 本身就要反观自己 为什么我们这块读一唱 寓意出这样的角度的人 来看这件事情 对 也就是说是不是他在 讲出这种评断的时候 过程之间 他的成长阶段 也受过相同的方式被淋略 或是被剥削 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有这样的脑袋 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产生的时候 我觉得就已经变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我们要去探讨的一个社会集体的因素的背后 所以那个对像刚才这样的角度上 也就是因为他应该是 一定是其来有机是不是 对 我想过去大家都认为 台湾好像没有什么种族的问题 是 我们唯一认可的种族 大概就是我们汉人跟原住民的差别 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是 我们虽然没有种族的差别 但是可能会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是 那真正的问题是出在 当你把人做分类 把他排出一个高下 然后用这样来做为排出一个基础的时候 是 那不管你是不是把他称为种族 他都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是 所以我觉得刚刚总编讲的这样 对 就是过去有很多政策上的根据 就是这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那受过这些迫害的人 他如果说不去反省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今天对于新移民 非常可能会用类似的想法 跟完全没有经过反省的一种态度 去对待他们 那就会出现我们 早期看到的一些对待新移民 或者是移民女性的一些 不公平的那个做法 是 了解 所以当时的用审级来发分 或是从早期的 我们比较近代在日本时代 是日本人跟台湾人 台湾人之间就被发分过一次 然后等到是国民党大军策队来讲 本省级跟外省人又被划过一次 这个本身就变成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阴影 所以这阴影之间 如果说表面上没去 好好的疗愈的时候 永远都是阴影在里面 它会再不停地被复制下去 这也是在世卫里面 也是尝试要跟大家讲 谈的一个几个现象是不是 对 我觉得像 我这次做这个题目 我自己感触很深 因为我生长的世代 其实是 就是还对228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一个清楚的 一个厘清 所以我小时候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一直到大学时代 其实大家还是遮遮掩掩的 那以至于对于 我们对于就是有一些 一些人他对民主的追求 我们会觉得说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用那么冲撞的 那么激烈的方法 可是事后当这些文献 慢慢的出现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它是其来有志的 那这些都是属于台湾的 很重要的历史 如果说我们当初 这个东西它是持续被覆盖的话 我们拥抱的台湾 就是一个很虚假的台湾 我们也无从从里面 生长出真正的力量 可以推动这个岛屿继续前进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对这块土地有个共同的感情 是应该有个共同的记忆 但是我们可能在过去 一个因为的政治上的因素 让我们这边各自永远 有不同的一个记忆 某方面的记忆 曲解另一方面的一个记忆 那这样的角度上就变成 让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 大家同一认可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许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台湾的当前的特色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老师研究这个族群问题之间 你在 你会举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在台湾这个族群问题上的一个 重要的那个因素影响到现在 1947年228事件的发生 那个是大概是这个岛屿上 最大的一次冲突跟伤痛 但是也曾如刚事会所讲的 在1987年以前有40年的时间 这个事件几乎是不准备被谈论的 所以它造成的那个后果其实相当严重 不仅一整个世代的人不了解这个事件 背后的发生的原因 也不了解它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当我们在1987年可以开始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新的谈法 因为真正228所要处理的问题 大概在228事件后不久 其实它不是解决掉了 所以等到1987年再被谈的时候 它在谈的其实是新的族群的问题 那87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转类点 因为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从过去好像用族群同化的角度 觉得说中华文化 中国的语言是最正统的 所以其他的地方语言跟文化都要被消解 这样的观念慢慢转变为我们要开始注重本土的语言跟文化 那连带的我们也开始强调 不同的族群之间虽然有文化差异 但是在权力上应该是平等的 那我想这个想法到今天都没有变 那这个我觉得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听懂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之后 藉由大家的不同的努力 虽然加速的想要来弥补这样子一个错的过去 所造成的一些强害跟一个伤痕 那实际上也要让大家开始认识 可是这个东西某方面填补了一个 你短期上的一个 就消灭你当时的激情的一个诉求 让你有点平息之后 但是实际上任何的一个氛围不是说 过去的创伤不是现在给抚平的 所以它必须做一个比较有角度的 有系统的一个陈述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希望说 在谈台湾这样的社会的时候 如果移民社会被认可的时候 那你就要变成是我们现代的 台湾人应该去以这个土地的所有为认可 而不是与你来自于任何地方 来当做一个唯一分清你我之间的界线 那我们要寻求我们共同的记忆 所以这个共同的记忆的本身 就要变成要重新再去塑造 因为以前的记忆都是变乱跟零散的 是不是 黄老师 要创造新的记忆就必须先认可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人 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记忆 而且更重要一点我们可能过去 在父系的观点底下 大概都会强调好像一个人的身份 是由附近那边的身份来建立的 但是事实上作为一个移民的社会 我们最重要的特色是不断的通婚 跟下一代有很多的混血 所以其实每个人大概每一个族群 大概都有多元认同 跟多元身份的可能性 那我想我们现在已经慢慢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说能够去认识到身份跟学员来源的一种多重性 然后也去拥抱这样子的一种现状 那这个观念大概就会让我们在面对差异的时候 会有比较不同的看法 那这个才是创造一个共同记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 听懂 这是重新一个很重要的脚步 我觉得你过去因为自己找不到自己 所以你要找祖先嘛 用祖先来肯定自己嘛 那现在发现说我们祖先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开始要肯定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之间的转换呢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生活 这土地上跟我们互动说的一切 就会变成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些记忆它虽然是伤痛的 可是它对我们来讲 它真的是让我们辨识 我们都是台湾人的一个记忆 比如说像921大地震 现在台湾有哪个人 他不会想到921的时候 就想到那个画面 想到台湾人如何这样凝结在一起彼此帮助 然后比如说像公民运动 很多的公民运动都会成家方案 然后白三军 各式各样的 你针对你的一个公民的价值 你去参与 然后去抛开一些政治上的那个 不管你赞不赞成 可是当你透过媒体 当你亲身参与你看到它 它都变成你的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它跟你的上一代人 下一代人一块分享 属于这一块土地发生的所有事情 英国那个小说家写的 那个乔赵惟友写的 里面的1984谈到的 谁能掌握过去就可以控制未来 那谁会掌握的现在 谁就能控制的过去 这样的一个极权的一个控制系统之间 放在我们的台湾的历史上面 刚好很准确的 一个朝代被不停的被重新塑造 所以我们没有共同的一个记忆之间 如何让它变成在我们现阶段的 在已经迈入这种文明化的一个国度的时候 这是应该我们这个时候的一个大家 应该有机会也有系统性去了解 是不是 台湾的族群概念在1987年出现的时候 其实伴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就是民族化的过程 是 民族化跟公民社会的崛起 大概会让过去统治者 每次只要得到权利之后 就会把前一代的记忆整个根据它的需要来抹杀 是 这种作为大概变得比较不可能 是 那我想从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接下来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不同的记忆 或者是不同的看法 其实我们对过去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有不同的想象 是 这些问题才是真正造成 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执着于 某种版本的历史跟某种版本的过去 是 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跟冲突的一个来源 那我觉得在公民社会当中 这些对于未来的讨论 不再是有权的人 可以独断跟可以垄断掌握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会对于未来我们在创造共同的记忆 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摄影区也去找了一张很特别的照片 来做结尾 就是一对自称是汉族 因为我们这就是汉族 很难去接近 穿着传统的那个赛下族的衣服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他们本来就是苗栗人 那其实常去南庄那一带 然后知道那边有一个赛下族 虽然人数很少 基本的文化还是靠几个齐劳维持着 那他们就像说能够去体验他们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那本来他们担心说那个齐劳 他会就是悍然的拒绝 觉得这样子不伦不类 可是没想到他觉得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 那我觉得更让这张照片 意义更丰富的是说 这当中这个男生他是客家人 然后女生他是闽南人 所以其实就让一张简单的画面 它其实承载了很多 就是族群的辅马 变得非常丰富 我常常每次在谈这事情都会想到 我们现在每天早上吃的那个奇异果 这个奇异果是来自纽西兰 纽西兰是以地理位置来讲 比台湾更遥远 地球的边陲 人口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们现在全世界每次的10颗的奇异果 有9颗是来自他 那他们怎么来的 他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他们认同这个移民社会的概念之间 将移民的人变成他未来的一个新的生命军 刚刚世卫在开头讲的 我们在国政上看到很多的新短暂的移民 实际上还有一部分的 我们的跟越南跟整个中南半岛的通婚的产生下一代 这下一代这个的新的台湾之子 自然的因为母系的关系 就跟这一块地方产生的一个血脉上的连结 移民社会只要在有效的一个 在土地的承载力上来计算的时候 对我们这一块岛屿上面来讲 资源非常少的话 也是我们必须去形成的一个共识 我们需要有人进来 我们需要有新的connection 我们希望这样我们整个族群 才能生活下去 所以我想认识整个台湾的过去 从早期的400年来的点点滴滴 从母系 父系这样的角度来 到未来我们怎么走向 这一块的铺排 我们这个角度上 我们站在我们的小媒体上 我们不停在着力 那也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探讨 也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了解 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是对我们未来来讲的了解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要谢谢我们的王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社会 欢迎下周统一时间去吃饭我们的经典大TV 经典杂志一月号封面故事 台湾绿食堂加工食品现行记 方便食汇的加工食品 是进步的食品加工技术 和食品添加物下的产物 色香味聚全的食品背后 究竟是真材实料还是一场骗局 假访意 market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